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茶叶外销金额都在五千万美元左右 2017年飙到八千万美元 而到了2018年更是一举突破一亿美元大关 应该是对这边的茶比较有好感 外国民众爱台茶不止因为品质好 包装也很讲究 知名服饰品牌跨足茶行内销占八成 但在茶叶包装壳印上水墨化 大早中国风外销对岸人气吓吓叫 以我们的经验来看 只要包装上可以在着重 在让它提升它的价值的话 我们觉得可以提升大概两倍以上的售价 包茶叶穿新装提升价 外国民众显然很买账 排茶去年光是销中国就卖出三千五百多公顿 占整体外销百分之四十四最高 第二名则是美国占百分之十六 香港百分之八排第三 第四名是日本占百分之六 观光客或是大陆地区的民众来台的话 都还是会比较喜欢偏爱乌龙茶的系列 台湾茶走高端路线 以去年来说 进口大多以红茶绿茶为主 价格不到两块钱 台湾出口乌龙茶等高价位茶 每公斤却可以卖到十二块钱 价值更高 也让台湾茶在国际上发挥竞争力 赞织新闻杨游行为雅婷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织新闻杨游行为雅婷台湾